是 玉行困人杀 回宫 下 走 简潜 七万年别来无恙了 我听听上说 思音是个狐族女子 我便料到是你 在昆仑须初见思音时 我便很惊诧 这世间除了我以外 居然有人比我更像秦琴 你说你像我 你可是忘了自己 本来的样子吗 刚好是李陶灵的哲言上神 近来闲得狠 不如请她来帮你想想 不管怎么说 今日本宫便把你的命给取了 便没有人能同本宫一样呢 昨日 本宫得了墨渊的仙体 和你的儿子 本宫便知道 你要来找本宫 本宫就一直在这儿等着你了 墨渊的仙体 给你养得很不错 本宫很开心 本宫的儿子 会得到墨渊上神的元气 看在你这份宫牢上 本宫会让他们 给你个痛快的死法 那也要看你又没有这个本事 她竟然眼睛不好 好光 真是天主 满身的伤痕 真叫人心疼 此番 却叫哪个来救你 事到如今 我就告诉你 当初也是靠着你这张脸 君上才上了我的态 就算变做这张脸 又有何稀罕 你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我爱君上数万年 他却对你念念不忘 今天我便将你的命取了 日后 世上便只有我有这番荣誉 君上自然会生生世世都守着我 告诉你 玄女 我这个上神 就算是闭上眼睛 也能将你身边这堆废物 杀个干净 将他的命给我取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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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你若能早来半个时辰 我也不会被伤成这样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告诉我 是谁将你杀出这样 伤我的人 已经都被我杀了 眼下只剩这个女人了 你是要自己来 还是我帮你 他羞辱我世尊 伤我亲人 让我亲手了结他 阿英 君上 君上 我是玄女 你为何与阿英如此 一模一样对吗 君上 现在我们只要杀了白浅那个贱人 这世上 就只有臣妾有这番容颜吗 你若喜欢 便日日看着我 臣妾也会一直守着你的 你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那个女人 挪走了我师父 还有你儿子 你是你的儿子 儿子 君上 我们的儿子 马上就能好起来了 真的 你看 你看那莫冤 我们把他炼成仙丹 君上 你之前嫉妒莫冤对吧 你以后就无需再这样了 我们的儿子 马上就能拥有莫冤的元气了 你给我住嘴 难道我说错了吗 当年不把那玉魂给白浅 不就是因为你嫉妒莫冤吗 君上你还不知道吧 他就是当年那个私阴神君 玄女我且告诉你 我师父的仙体无上尊贵 受了我七万年心头血 怕是你们的儿子承受不起 心头血 你是说 莫冤 莫冤 你们的往事姑且先不提 本军倒想问你 今日这笔账该怎么做 是要私了还是公了 公了又怎样 私了又怎样 私了 便是将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义后 薄皮出金 一些本军心头之分 公了 天族的将士 已经许多年没有打仗了 正好前他发慌 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 看看这么多年来 到底是哪一兵 兵裂得比较好 君上 你真的要严惩我吗 不会吧 君上 难道你忘了 你忘了我为你做了多少事吗 要是没有我 你登得上这义军的宝座吗 他不敢出兵的 他不敢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不敢出兵的 你没有这个权力 你不过是天族太子 为了一个女人出兵 天族不会答应的 我 我不单单只是为了一个女人出兵 莫冤上神是天族的尊神 白浅上神是天族未来的帝后 而阿里 则是为了要继承本军的位子 此番三个人 都在你大紫明宫受此袭持大负 你说 天族的众将士们 能咽得下这口气吗 玄女此前就有一些封殿 要不然也不会住下如此大错 至少 还望太子殿下 能够网开一面 天族 你是我们的网开一面吗 天族太子 亏你对白浅这个贱人 如此好 你还不知道吗 他跟他失否 敬尘还说你的张脸跟他长得很像 本军倒是看不出有哪里像 脾向这东西呢 当初我既给了你 便不会太在意 如今 我看你戴着这张脸 我真的不太顺心了 你要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我本来就长这个样子 你休想偷走我的美貌 你就算找了折颜来 我也不怕你 你 找折颜做什么 我之前不过同你玩笑罢了 你真以为这四海八荒 只有折颜绘着易容换颜的法术 老身不才 过去七万年礼无所事事 顺便精通了这门法术 你若真的要剥皮抽筋 也不该带着这一张脸 去剥皮抽筋 要干什么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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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你自己这张脸吧 我早跟你说过 折颜的术法用来做坏事 会遭到反噬的 天天 还撑得住吗 撑不住便睡会了 黎晴 你自己看着办吧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不是想这样的 我不是想这样的 不要 我不要可能剃掉你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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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